行动馆日令期间商店的营业时间受到限制 但是依然有顽固的商家无视法规 沙巴沙塔根就有9家的商店 在两次接获警告信之后 依然违法做生意 最终被勒令关门停业 萨拉巴州卫生局长拿督克里斯蒂娜发文告透露 执法单位在全沙巴调查了946间商店 其中沙塔根市议会就像3间便利商店 3间杂货店 1间工厂和1间修车厂 及1间的餐厅发出了停业的指示 这些业者都曾经两度接到警告信 但是依然没有遵守行管令的规范 最终被勒令停业